我们和Jason谈谈长城 不如升一成二 应该是不少观众持有的 你觉得现水平应不应该追入 或者持货的应不应该自赞? 这股的确是有个惊喜 我之前看6月份的出货量 我都觉得它比同业少成一筹 它单看6月份的销售量 每年都升两成多 整个行业远远就好 我昨天也计算了个数 基本上它今次出到来 在上半年可以赚35亿左右 基本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水平 而且也可以留意 上半年做到这个数 就去到下半年 如无以外是更多 一般来说 特别今年 你想想第二季 本身受到芯片影响 很多汽车厂都要减产 包括长城之前也提到 它有部分生产线都要减产 但也能够做到这个盈利水平 去到下半年 如无以外是会更多 但是又这么说 因为其实本身 看分Bundberg的盈利预测 它对于长城汽车 全年的盈利预测 是八十几亿的 即是代表着 就算上半年做了三十多亿 都只是占市场对它 全年的盈利预测 大概四成左右 那是否一个很飙轻 很突出 全市场猜不到的一个数字 又不算 所以你问我今天升成一成多 我都有些意外 即是今次的盈利不是差 但是不是完全 out of市场的 expectation 所以我自己有些 都猜不到 怎样可以升一成多 即是这些价位 我就不建议说 真是暂需住 因为已经某程度上 是比较大部分 是反映了我盈利消息 是的 大家可能观望住 因为车股 今天都做得不错 例如吉利和比亚迪 都会蒸得不错 例如吉利和比亚迪